近几日,特朗普不停将军事打击薛利亚,挂在嘴边,并经济向盟友调义大义,要求他们支持美国的正义主张。 他的言论很快得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积极回应,双方打有同仇敌开之势,但几次被美国把一刀,但法国显然已经学乖。 马克龙前脚在特朗普面前表完决心,后脚就很捅美国一刀,让美国还没动手开打,薛利亚,先遭遇出师不力。 2018年8月28日,旧海外网报道,俄罗斯国防部日前警告着,种种迹象表明,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会以武装负子, 正在叙利亚筹备新一轮所谓化武攻击,为借口对势发起新一轮打击。 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证实俄国防部言论,趁法国已经做好准备,同美国一刀对势发起军事打击。 据多家权威媒体报道,马克龙对法国外交官发表演讲师说,法国已经做好进一步打击叙利亚的准备,因为大马是个人在使用化学武器。 只要他们叙利亚被证实仍在使用新化武,那法国会毫不犹豫继续进行打击。 马克龙还在演讲中银河特朗普提出巴沙尔下台的要求指出, 未来巴沙尔手中掌握任何权力,将会是一个糟糕的错误,确保叙利亚人民能够做到这一点,让巴沙尔下台是法国的责任,也是法国和先利益所在,为达到这一目的让巴沙尔下台。 法国不惜一战,可几乎在这番言论发表的同时,马克龙就迅速翻脸,他公开宣称欧洲安全再不可, 依靠美国,欧盟需要有自己独立的国防,并冲击在欧盟建立小型快速反应部队,外界普遍认为,他这是发现对特朗普北约无用言论及美欧关系出现降温的不满。 此外,他还很明确指出,欧洲应当从俄罗斯与土耳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,因为这样有益于维护欧洲局势安全,由于顾忌某些国家反对,而牺牲欧洲根本利益,是一种不明智选择。 在美俄全球博弈日趋激烈大背景下,马克龙这番前后矛盾的表态,令人有一种招勤目处之感,但他出现这种两面派举动绝非偶然。 一方面,法国毕竟是美国盟友,若对美国军事打击,许利亚提议坚决反对,或不予回应,很容易造成美国盟友体系不稳,并引来美国不满。 法国还没强大到可以不理会美国态度,必要的面子工程仍要做,但至于是不是实际出兵则可以相机处理。 另一方面,缺乏政治和军事经验的马克龙面对不安常理出牌,德特朗普经常被摆一道。 法国因此屡屡设立不逃跑,马克龙从中逐渐意识到,美国决策不会与法国利益为转移,更不会顾及它这个法国领导人的颜面。 所以法国想要有所作为,就必须走出美国阴影,同欧盟其他国家一起建立独立防务体系,并与俄图等不受美国待见的国家改善关系。 缓解欧洲地缘局质压力,因此它非常排斥美国插手欧盟防务体系建设。 除发表言论外,马克龙还积极利用叙利亚人道主义问题和俄罗斯、土耳其与伊朗展开合作,以缓解长期以来,和这些国家,因为东欧军事对峙,和叙利亚内战造成的紧张关系。 反过来,它又尝试利用和这些国家合作,来减少美国在中东与欧洲话语权。 虽然法国已经没有拿破仑帝国的行风,但仍是欧洲手去抑制大国。 美国不顾法国利益,自以望完,自然会引起法国不满。 马克龙的两面三刀,只是美国面试他国利益的消息后果之一。 若继续不知收敛,那背后捅刀,得将不止法国一家。 为了反馈粉丝的支持,大国策已开通了商铺。 可,也可直接到大国策商铺选购,品质有保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本视频并 nem Ses看不用上赋。